稱之為9988阿里巴巴 他們之前透過 大家都知道他們的大股東軟銀是需要錢的 大家都覺得阿里巴巴有一個沽壓 不過之前報導出來 他們不是沽現貨的 是用一個實物結算預付的遠期合約方式 就是一些衍生工具的方式 去減持阿里套現 其實看到軟銀的財務總監 近日接受外電訪問的時候說到 軟銀出售阿里巴巴的持股 其實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告訴投資者 他們的財政仍然是穩健的 譬如阿里巴巴現在的水平 譬如大家看到跌穿90元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是很吸引的水平 你又覺得現在會不會說 短炒一轉又可以買一買 其實短線被減持在一些大型股份上 是在所難免 或者是一些我們評估不到 控制不到的風險 香港阿里巴巴有機會有美元 美團近期有給騰訊 比亞迪那些可能會被巴菲特減持 一些股份升了很多 有些人說騰訊也沒怎麼升 不是說只是一年 很多人 這些是很長時間很早的時候做投資 現在面對市經濟下行的狀況 股市為何交透這麼差 就是這個狀況 所以說中長線部署來講 所有東西 就算質素好像騰訊 阿里巴巴這些是比較穩固的 或者比亞迪這些也好 都是要分住級 沒有可能這些位置一住過就是突然間 升浪來 讓你買到也是好運的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如果你從中長線角度去看 主要股東減持不會對核心基本因素上有一個影響 但他們核心基本因素上現在又不是牛到不得了 所以短線有機會回 所以你不能問怎樣可以去做 如果你純粹下一住過的話 等吧 其實就是繼續給點耐性 如果整個市場成交今晚一天都沒有改變的時候 你不需要他突然間覺得沒事 可能就是減肆 減肆完之後見了底 真的不出奇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從中長線角度上看 剛剛說股東減肆的因素上 其實對公司幾乎是沒有太大影響 但是那個短線 很多時候就是說短線走勢 和基本因素是否拉不上關係 很多時候是看市場氣氛想什麼 想隔壁的人想什麼 會不會你很害怕 導致你沽貨導致影響到股價 之而此類就是你這種狀況 所以在茂里巴巴這些位置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有一定吸引力的 但是股值其實老實說一句 未至於說真的很便宜 因為暫時你看看市場業績 都未令到市場相信 在未來幾年美國可以有一個逆周期 經濟下行壓力很大 但是與此同時公司有一個很強極的盈利增長 所以股價可能未來都是八字頭這些位置浮沉沉感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碟也是特低一點才買的